妈咪 你们两个怎么还没睡觉啊 Kat觉得我们房间里面有怪物 真的有 是一只躲在墙角的食人魔 嗯 食人魔 好大一只 好恐怖 是因为今天晚上你们去了 不给糖就捣蛋的关系吗 哦 今天是万圣节嘛 好吧 不然我们一起来编故事吧 好呀 女屋的故事 她住在恐怖的大房子里面 该取什么名字呢 有了 女屋的屋子 从前从前 一样是万圣节的夜晚 在阴阴森森的街道尽头 有一栋黑暗的大屋子 不要太阴森森 好吗 好 屋子里住着一位老妇人 大家都称呼她女屋 可是从来没有人看过她 你如果有勇气就去那里敲门啊 我敢说你一定没有那个勇气 当然有 我才不怕 没那么怕 我说回我的话 我实在是太害怕了 你去 好啊 这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有鬼 好像真的有很恐怖的东西 有人有勇气敢去敲那扇黑暗可怕的门吗 我们很勇敢 对 我们不怕 走吧 猫猫猫猫们 Let's go 你们别过去 那里真的真的很可怕 他说的是真的 只要是牛仔该做的事 牛仔就一定会去做 木乃伊 牛仔会对付牛汉蛇 甚至是龙卷风 但是会跟木乃伊保持距离 好吧 我才不会像你一样 自己胡思乱想 看我的 哎呀 我忘了打开门口的灯 哦 看看你 多漂亮的美人鱼啊 你肚子一定饿了吧 谢谢阿姨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 一起来吧 光来吧 他是一根好人 耶 之前那些可怕的东西是什么 例如水池里面的龙 你是说这个吗 是漂亮的玩具 那么草地上面的鬼是什么 哦 原来是稻草人 哦 那你窗户里面的木乃伊呢 仙人掌 我早该猜到了 所以呢 把灯打开 我还能看到东西 那是什么 真正的样子 而不是自己乱猜 那是什么 可是我真的觉得房间里面可能有怪物 有啊 就在那里 看吧 只是你的万圣节服装 没有什么好怕的 故事和房间里面都不必怕 好啦 我的小猫咪 快上床吧 做个美梦 妈咪 就有一点帽子 我们要不要来编故事呢 好啊 牛仔的故事 还有女牛仔 牛仔比赛表演 场地全部都是糖果做的 对 棒棒糖牛仔比赛 从前从前 棒棒糖牛仔比赛表演来到了镇上 棒棒糖牛仔比赛哦 驾驾驾驾哈迪哦 摇摇踢摇摹摹摸摹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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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嗨 大家好啊 你好 我是雪尔 雪尔斯坦 欢迎来到牛仔比赛表演 我们会有个甜蜜的时光 对 最甜蜜的时光 你们说花生花郎乐团棒不棒啊 哇 谢谢 你们太贴心了 有的泪有的楼腹要停下来 就在牛仔比赛表演 哇 现在 你们大家准备好在巧克力盒的这一头 欢迎最热闹的牛仔了吗 耶 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准备好了 该我们上场了 对 我是牛仔呦 呦 呦 那我是牛仔 嘻哈 嘻哈 走吧 牛迷们 Let's go 嗨 呦 嗨 呦 给我来个嘻哈 嘻哈 牛仔呦 嗨牛仔嘻哈 为观众表演华丽的草绳技术 热巧克力赛跑 还有拐杖堂套圈圈 哦耶 好 牛仔们 今天为你们准备了特别挑战 恶魔 出场 哦 他是随便打边河岸 最狂野的 野马 他好可怕哦 对 他看起来不怎么可爱 看谁能在上面骑最久 谁就是赢家 哦 赢家就是我 我最厉害 想来了 谁也赢不了我 好吧 你们两个都会骑得很辛苦 小马 看这边 老大是我 不是你 等一下乖乖让我骑着你打破记录 不然就让你好看 嗯 准备好了吗 呜 好了 一 二 五 三 哦 正好掉进香草布丁坑了 祝下次好日了 恶魔 咱们走着瞧 那么 女牛仔你呢 准备好骑上最狂野的野马到处跑了吧 准备好 骑上恶魔了吗 应该叫他牛奶糖才对 嗨 牛奶糖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 最亲切 最美丽的野马 没错 你愿意让我骑在你的背上吗 我保证会好温柔 嘻哈 开始吧 好了 牛奶糖开始吧 好乖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表现很棒 一 八 九 十 赢家粗鲁 有人刷新记录啦 耶 哇 我在这里 代表世界各地的好牛仔 谢谢大家 哇 所以呢 用粗鲁的态度要求别人 对方就会以粗鲁的态度回应你 如果态度温和 那就会得到对方礼貌的回应 请问可以戴戴看你的帽子吗 当然可以咯 我希望我的巫师星星跟你的一样好看 我希望我的帽子跟你的一样剪 小猫咪 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一起编个故事呢 好呀 编巫师的故事好吗 还有花 应该会很有趣 故事叫做什么呢 有啦 魔法花 从前从前 有个法力高强的巫师 他告诉这名 可以参加一个困难的考验 这个考验是为了测试谁最厉害 是我 我最厉害 是我才对 这个考验 不管对谁来说都不简单 首先 你们要先前往回应山洞 回 回 回 在回应山洞深处 你们会找到 烟黄瓜 烟黄瓜 不是 是一个魔法箱 魔法箱里 有一棵跟天空一样高的树 一棵树 在箱子里 它是巫师嘛 在那棵树的顶端 有一朵魔法玉兰花 谁帮我拿到这朵魔法花 就能拥有无边的魔法 真的 真的 那我要拿到那朵花 我想要拥有魔法 我也是 我也是 只要记住我 呃 祝你们好远 过了好几个钟头 他们来到了回应山洞 回应回应 可是山洞口被大石头挡住了 没问题 我可以 不行 实在太大了 别挡路 成功了 现在我要自己去拿那朵花了 好暗哦 好暗哦 好暗 好暗 什么都看不见 看不见 看不见 No 噢 噢 噢 别想找到魔法箱了 里面太暗根本看不见 小猫咪看得见 所以我们可以拿到那朵花 谁能拿到那朵花 谁就拥有魔法 走吧小猫咪们 Let's go 你们快让开 魔法玉兰花是我们的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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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是属于我们的了 鎖住了 这下我们谁都别想拿到花了 可是我有办法 用尾巴开 成功了 现在我要自己爬上去拿魔法花了 你得先打败我 打败 我们 你就当我没说好了 我可不必用爬的 我可以用飞的 飞上去拿到花 哈哈 哈哈 不公平 石头明明是我扳开的 魔法箱是我们找到的 箱子是我打开的 真特意 真特意 嘿 你们看 不是 他们在这里 所以 是你们的特殊能力加在一起 才能拿到魔法花的 你怎么知道 是这只小鸟说的 所以 我们都能拥有无边的魔法吗 更好的是 你们已经拥有了 有吗 你们搬动了石头 开锁 飞行 黑暗中看见东西 只要互相帮忙就可以 所以 拥有你们需要的魔法 不过 有了装备就更苦了 Kid 漂亮的尖尖吗 漂亮的猩猩 小猫咪 要帮忙在花园里种东西吗 好呀 我们去小屋拿园艺工具 打不开 爸爸别担心 我们来帮你 可惜妈咪不在家不能帮忙 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拉不开了 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好吧 我们来编个故事等他回来 好 农夫的故事 名叫飞儿 我想到一个很棒的故事名称 农夫飞儿 从前从前 有个农夫 名字叫做飞儿 他正在为他一年中最爱的日子做准备 橘色日 对 全镇都会为了橘色疯狂 农夫飞儿还将自己的胡子染成橘色 他的鸟也是 他的鸟也是 农夫飞儿每年会为了橘色日种植 一颗橘色的大南瓜 今年我要种出我目前为止最大的南瓜 哦 于是农夫飞儿种下他最完美的种子 并给种子充足的阳光和水 橘色的水 然后 他对着南瓜唱歌 轻快的波卡 为着橘色南瓜 我们轻快起舞 轻快南瓜波卡 带举毛穿举枯 我们演奏的舞曲号 轻快南瓜波卡 为着橘色南瓜起舞 在这火里橘色日 没错 是我目前最大的 没错 也是最橘的 没错 该把南瓜宝宝放上车了 可是当农夫飞儿推着他的南瓜小车回来时 发现很大的问题 小车绝对放不下这颗南瓜的 没有南瓜 怎么跳轻快的南瓜波卡舞呢 农夫飞儿需要比推车更大的车 比方说卡车 橘色卡车 我们可以当司机 走吧喵喵们 Let's go 一辆橘色大卡车 要载一颗橘色的大南瓜 嘀哈 可是要怎么放到卡车上呢 南瓜又大又重呢 嗯 我们来想个办法 哇哦 这就对了 你只要跳上这一端 南瓜就会飞到卡车上 就像刚才那样 KID 好办法 你退后 我好像不够重 让我来试试 那头牛呢 哦 它怕高 各位 轮到我了 KID 你在开玩笑的吧 你是我们里面最亲的 你们两个也一起跳就好了 耶 哦 哦 哇 今年橘色日 跳不成青块波卡五了 不能放弃 只差一点点就成功了 你可以一起帮帮帮南瓜放上车吗 我只剩一只小小虫 小兵力大功 鸡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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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这橘色南瓜 我们请快起舞 请快南瓜波卡 带鸡猫穿鸡 我们眼中的武器好 请快南瓜波卡 为这橘色南瓜起舞 在这火力橘色日 我以为你们要种些东西 没办法 门倒不开 妈咪 来帮我们的忙 小兵力大功 预备 来 看吧 小兵真的可以 力大功 爷爷生日快乐 喵喵鼓楼水 我会香喷喷 爷爷可能要倒少一点 对 这样可以 用久一点 可是我好喜欢我收到的礼物 爷爷 你该讲讲你的生日故事了 是关于臭药的故事 没有臭味的臭药 故事就叫做 遗失的臭味 哈哈哈哈 从前从前 有一只臭药 名字叫史奇 他所有的臭药朋友身上都很臭 每次我经过 大家都会跑掉 对 每次我经过 大家都会晕倒 不过 我还是希望能有你那么难闻 而且他为人还那么谦虚 唉 我不想再为了让人相信我身上很臭 而在搁置窝下面放起丝了 我不能再继续撒谎下去了 就这么办 我要找到我的臭味 我想一下 臭 臭味在哪里 臭 躺在垃圾堆里面 哇 太好了 垃圾 我发臭了 臭味消失了 我从超级臭 变成了有点臭而已 现在我完全没气味了 臭味在哪里 臭 我想一下 臭 我的臭味有可能 埋在脏衣服里吗 没洗的脏衣服 应该会很臭吧 啊 汗臭味闻起来好舒服 臭脚丫 穿过的脏袜子 就连鼻子塞住 都觉得很臭 喔 不 迷人的臭味又消失了 这样没有用 我找不到可以持久的臭味 我需要可以教我 怎么把自己变臭的臭味大师 我们去帮他找臭味 对 我们来当臭味大师 对臭味很厉害的大师 走吧喵咪们 Let's go 兩位臭味大师 对 我是噁心喵老师 我会帮你找到舒服的气味 他们叫我臭气大师 愿恶臭与你同在 士奇先生 你有什么心愿吗 我想和我的朋友一样臭臭的 其他臭肉 是在哪找到他们的臭味呢 不知道 他们就是臭 臭肉都会臭 所以你也会的 不需要想臭 臭味在哪里 臭 美味来吊酸 为何臭 你意识的那味臭味 不需要想臭 臭味在哪里 臭 好吧 不管我很香 或是一点都不臭 做我自己就好了 非常有智慧 很有智慧的话 嘿 恶心 不是我 所以 对 是你发出的臭味 看吧 你什么都不必做 自然会发出臭味 对 说的没有错 拜拜 拜拜 骑掌老兄 你今天的气味 臭得像用过的尿布 于是使其得到自己寻找的东西 因为 他做自己 小猫咪 故事好棒啊 爸爸生日快乐 我要送你礼物 是喵喵我 我会香喷喷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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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